注意看500斤东北虎闯进俄罗斯 单枪匹马和棕熊约战 结果被当场咬死吃掉 事故现场简直太残了 仅一墙之隔的两个森林王者 时不时就会越过边境来场大战 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虎啸熊豪 熊虎一开打整个森林都得抖三抖 从以往的战绩来看 东北虎和俄罗斯棕熊的战斗力不相上下 经常会打得两败俱伤 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等待来年再战 但这次显然是动了真格的 现场只发现一具残缺不全的东北虎尸体 地上到处都是血迹 宽大的熊掌印 简直让人触目惊醒 仔细看地上还有零零散散的棕熊毛发 整个现场一片狼藉 周围的树木全被折断 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 一头成年的东北虎 被吃得只剩蹄毛和骨头 内脏被掏空 身上到处是被凶兽啃食的痕迹 更恐怖的是 在距离事故现场几百米远的地方 发现的棕熊粪便里 竟然检测出了东北虎的皮毛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让这头棕熊大发雷霆 消息一出 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 东北虎可是虎中霸王 强大的杀伤力和灵敏的身手 在和棕熊缠斗时 一向占据上风 和棕熊庞大但笨重的身形比起来 东北虎来回翻转跳跃 经常把棕熊耍得团团转 逼得棕熊只能无能狂怒 因此有人猜测 这次惨死的东北虎 很有可能试点太倍 被两只棕熊围攻 才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看了棕熊的简历才知道 一切皆有可能 我国的东北虎单挑俄罗斯棕熊 竟被当场碾压残忍屠杀 难道东北虎打不过还跑不了吗 这要看东北虎遇上的是那一种棕熊 作为俄罗斯的标志性物种 俄罗斯棕熊的大名可不是吹出来的 我国境内的野生黑熊大多都是亚洲黑熊 和俄罗斯棕熊一比 简直就是小学生遇上了绿巨人 体重能达到1500斤的俄罗斯棕熊 站起来能有三米长 和一辆卡车车头没啥两样 庞大的体型是东北虎的两倍还多 背上隆起的肌肉相当彪悍 一巴掌上去能轻松踢断树干 一双尖锐的爪子最长能有15厘米 一爪上去轻轻松松就能抓破老虎皮 东北虎在猫科动物里虽然是佼佼者 一向以矫尖的伸手和强大的爆发力出名 但面对体型大自己几倍的对手 也会力不从心 从体型到力量的全方面碾压 让东北虎获胜的机会显得相当渺小 如果说东北虎遇上东北棕熊是视军力敌的跨物种对抗 那遇上俄罗斯的大高个就是小孩和成年人的殊死搏斗 据科学统计 棕熊的一巴掌能打出2000斤的杀伤力 这要一掌下去能当场拍断东北虎的肋骨 而且棕熊肥厚的体型虽然在野外显得十分扎眼 很容易被天敌发现 但也让他们能在撕扯缠斗中大战几十个回合 而东北虎拼的就是巧劲 一般情况下 东北虎逃跑不成问题 但从事发现场看 双方显然都杀红了眼 东北虎误闯俄罗斯棕熊领地 熊虎大战结果惨烈 棕熊为何赶尽杀绝 难道有什么血海深仇吗 一头500斤重的成年东北虎横石野外 身长两米战斗力强悍的森林之王命丧他乡 尸体被啃食的不忍直视 一地的棕熊毛发 让人不敢想当时的斗争场面有多激烈 就在大家不敢相信 东北虎是被棕熊残杀后吃掉的事 远处粪便中的老虎皮 让众人的傻了眼 一看东北虎和棕熊 看起来四肢发达 他们的头脑可一点也不简单 和同样凶残的对手相遇 虽然上去就打丝毫不耸 但如果发现落入下风 就会抓住机会 三十六计跑为上计 毕竟都是狭路相逢 没有到非要你死我活的地步 视食物者为俊杰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东北虎挨了揍 会审时罗氏火速撤离 而棕熊会根据自己的体力判断 要不要追上去 在自然界 如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只是普通的打斗 一般都会给对方留一条活路 这次的熊虎大战 显然是杀红了眼 濒死的东北虎就算打不过 肯定也会奋力一搏 而棕熊虽然获胜了 身上也绝对是伤痕累累 专家经过几天的搜索 都没找到棕熊的身影 他们猜测 棕熊很有可能已经被天敌捕杀吃掉了 也可能是躲进秘密基地疗伤去了 毕竟拖着受伤的大体格子 浓重的血腥味 会招来无数天敌的袭击 东北虎和棕熊 你觉得谁更强悍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